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踩到那种步兵地雷 然后他拿个匕首穿过靴子压着 到后来再出现呢 眼睛已经给炸瞎了 很多人在问我这问题 就说你是怎么跑了的 其实那个后面我们拍了一场戏 摁到最后的时候呢 赵二斗那边已经发动了炮击 炮击过后 成千上万的志愿军从山上漫山遍野的 陪着白斗 没有任何口号 没有声音 就是脚步和踩那个雪的声音 风声 挺风惯 就从这个骨子弟的这身边 没有人根本没有人看见他 因为要去冲那个山头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小战士 跑到他跟前 那枪指着骨子弟脑袋说 举手来 然后再一看 是一里程晚的人 从头对因为他们的化妆穿上了那个 一里程晚的军装 从头那可能就是这个 韩国化的举起手来 然后骨子弟非常艰难的 这时候骨子弟已经变成一圣诞老人了 冻的冰柳子了 已经是 你知道人被冻的快死的时候呢 他是笑的 笑容 是一种面带微笑的 是吗 从哪儿清澈的 我们拍这个之前特地去求证了一下 然后骨子弟艰难的抬起头 看着他说 我也是志愿君 还有这么一段戏 这么一场戏 然后呢 太长了 没得拿了 就把这些尾部的东西全部给拿掉 虽然删掉也可以 但是其实要留着的话 有一个效果就是说 因为这个骨子弟老是被人家误解 他的比我身份 对 这里再强化一下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也挺有意思 他里边的一个情节 就是说他从那边跑出来 老是被人家追问 我做了那么多牺牲 你们还老是怀疑我的忠诚 对 这个是戏里边的一条主线 你知道吗 我现在倒是对他这个人 有点兴趣 你说他是老龙套 这个特别 而且我们 我们实习生还做了个准备 你可能你看看 以往历次电影里 其实有他 但是你可能就没注意到 你看看 正式认识一下 我是警察 将你的人到六号车厢去一趟 协助我们空阶箱上的局面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手 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把子 谁火就灭谁 你瞧 你演了那么多戏了 没错 这个放的这几个都是冯导演的电影 基本上原来一直出现在阴影中 我看是 没完没了 大腕 手机 天暗无贼 这四个特有意思 这四个电影里的角色都没有名字 所以你注定要演无名英雄 无名 后来就是到了集结号 有一个名字 这叫骨子弟 而且你说这东西都是有缘分的 有人说这电影你看就借鉴了这个拯救大兵莱恩吗 拯救大兵莱恩 他他中戏表演戏毕业之后啊 他我看他干的配音工作比表演工作还多 对我实际上是这样 我在上煤矿工团之前 我是初中的时候我就配音了 上初中的时候 我自己因为喜欢艺术片那时候 看追捕佐罗 基督山伯爵什么的 简爱就非常喜欢邱月峰的那个声音 甚至产生了 邱月峰比你贴言一点 你能模仿邱月峰的声音吗 现在很奇怪 现在学谁都 原来我能学很多人 包括佟峰 包括毕克什么都能学 我的记忆力就是超人 我看一遍电影 我基本上能把我感兴趣的台词全部背下来 你现在骨子弟的台词你都记得 骨子弟台词都记得 那是永远不会忘的 然后呢 就自己就是找了一个小板砖的录音机 你还记得那时候 对对对 卡式录音机 然后呢 就在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里空旷 觉得好像有点浑响 有浑响 跟那儿就录那些电视台词 学邱月峰 学来学去 学来就很多人说非常像 说你这不干这个 你可太亏了 这人才 人才 然后呢 就把这个录音带 给了中央台的一个朋友 让他拿到了中央电视台意志组 北京刚成立的 那个导演叫吴山 然后听完之后 就给我回了蒙信 就说你哪天哪天到中央台来试音 我就去 我还上初中呢 初三 我就到了中央电视台了 那简直就跟接着圣旨了一样 可有的吹了你知道吗 然后去了以后呢 就说这有一段词你赶紧拿了 你你你你现在就配 同来没站到那话筒前面我 我记得是一个巴基斯坦的故事片叫不 现在还不 配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街头卖鹦鹉 你那时候才初三 才初三 我记得也不是我是多大的勇气加上这个一遍就过了 导演非常高兴过来抱着我拍着我去 从那以后呢 我就基本上就中央台有活 我天天就在那配音 曾经有一度 这个意志片呢 是代表了中国人在大概八十年代初吧 七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是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红得不得了 后面几年啊 这些意志片的人就有点 怎么来说 落寞 对落寞 有一次啊 我们住在一个楼嘛 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个房子 电梯里碰到那个碧客 然后陈彦华嘛 还说呢 说我以前呢 很想进一支场 然后碧客就在那里苦笑一下 说现在不想了吧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了香港了嘛 他就觉得你们去了香港 那时候就好像不羡慕我们了 就这样 其实在我们心目当中 碧客这样的就一直是 我们一带记忆啊 虽然现在我不喜欢听意志片了 说实在是 我觉得他们说难听一点 就是把那个好的外国编的给毁了 毁了 但是那一带的我们的记忆啊 这些人啊 我就是永远感谢他们 他们真是非常出色的 你说他是配音 或者说你说他把原版给毁了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又創造了一个 他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一种美感 你说那天我看陈丹青有本书里 还讲这个 讲秋月峰的声音 我觉得他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 你要知道秋月峰的声音 有种什么感觉呢 他说有种颓废感 有种颓废 沙哑那种 有种颓废感 或者你可以说有点性感啊 但是呢 你要知道那是个什么年代 对 那是个高唱 凯歌 所有的都是那种话剧枪 或者那种枪 高亢 那讲究 功能兵 功能兵的声音的年代 但是呢 因为了一纸片 这么一种特殊题材呢 在那个时候存在着一把秋月峰这样颓废感略显颓废感的声音 对 还刘广宁 哎呦 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特别深 所以我一听见他的声音 我就当时也小 根本分不清 我明明这是外国人演的电影 怎么 这配音跟外国人说中文一样 然后我们跑到外面以后啊 我们才发现 外国人说法并没有这么 没有 原来他们是为了凑那个口型编出来的外国人的样子 这个已经变成一种腔调了 变成一种概念了 但实际上后来我为什么后来就对这个意志片 我就开始开始推 往外推这事 我原来是那么的喜爱 后来我就到了一种 觉得这是一行活了 就是你太深入的知道 你把人家原来的作品给毁成什么样 我们在北京 上海还好 上海人家每翻译一个剧本都非常认真 原来有一个厂长叫陈旭一 一个人会好几国外语 人家翻的 北京这边 我们后来到什么程度 就是人的嘴啪啪啪啪不停在动 这翻译就翻了俩字 然后说这怎么回事 说编吧 你们编吧 编点话跟这个前后意思弄弄差不多了 然后给这口型怼上 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出现危机了呢 就是这些配音演员为大量的国内的电视剧配音 开始配音 对 就结果所有的其他的国内电视剧也都是同志荣 也都是同志荣的那样的话 哎呀 这样的话就这个声音就变得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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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 然后就是那个观众开始喜欢看带字幕中文字幕的 对对听人家原来演员在那说的那人的台词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声音啊什么的 你比如说咱们咱们后来就是习惯性的生蛋静默丑这样来分配小声工农兵就得是亮亮的声音 然后坏人就特阴险的声音 一定得特阴险 然后以至于很多演员 你比如像马龙白兰杜啊 罗布特德尼罗这样的演员 或者像 或者说像这个阿兰德龙 阿兰德龙 很多的 阿兰德龙我看过他很多原文的电影 他的声音是非常粗和低沉的 可是到我们这儿他左罗他一定是一白面侠客了 给弄他 对对对 同志荣老师就配了 这个也不能说是就是说习惯性的 当时如果你按照说我们找一个声音跟阿兰德龙贴的 那就是你啊 我看你的声音就这样 又低又有点哑 当时就不可以的 因为不符合我们对这个阿兰德龙的习惯 这个这个声音的印象 对 所以这个转意啊很有意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看他这个配音经历啊 这让我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什么时候这玩意不行 其实有一个关系 当年的这个人弄这么一个意志片 是千锤百炼的 认认真真的干这活 什么时候你不认真干这活了 你说大量电视剧气了夸叉 我跟你 你也就等于把这召见了 对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原文的能力 现在很多人听英文的能力啊 或者需求啊 也在提高 这也是一个关系 关系很重要 你比如说你光会英文不行 你中文水平还得很高 你还得有一定的文学水平 当然了 你比如说尼罗河产案里边 有一句经典的 当年必可配的 说是像美国人常说的 优着点 原文是take easy 英文take easy 但是你要是直译过来 变成一个 就是很 优着点就翻得很好啊 非常 特别生动 就是符合中国人 优着点 又符合那个Polo 而且大家印象很深 大家印象很深 真是 所以我们一直感谢弗雷啊 虽然后来很多人找出来说 弗雷翻巴尔扎克 有很多是改得非常厉害 但这个翻译界一直有争论嘛 信达雅嘛 他就是到后来 就是这个雅的功夫做的很多 对 所以虽然后来 现在很多人能够读原文了 但是还是感谢傅雷的翻译的功劳 对 而且这个翻译啊 他决定一个美感 你不要小看 从某种程度上 你比如说中央台 中央电视台 包括这个配音 我觉得呢 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了 我两种说话的方式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在公开场合 还有别的说话方式 比如说中央台的播音员 那么你从小是听他长大的 对 你知道吗 这样的话 你在打开国门之前呢 你一直以为在这种场合 一定要这样说话 甭管你什么声音 要这样说话 配音业员 他教给我什么呢 在我见着外国人之前 外国人就这样 你让我上台主持节目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觉得就得这么说 对 才外国 其实外国人的嗓子跟狼似的 他哪是这样啊 是吧 很少有这样的声音 特亮的那种 真是 但是我们呢 就训练 那个 他四平八稳 就是 你看就是当年考中系的 我们在这考试的时候 我就特自卑 怎么 因为那一楼到的人吧 都是那种 受过歌剧训练的感觉 这一 一声 打到那边说 你看我这声音 我当时呢 就 我记得 评语上就写着声音 像坏人 声音嘶哑低沉 声带坏了 你像一样骨子逼脸子 老说 那天子怎么拍啊 对不对 你这 他受过这种训练的人 这个穿透力啊 原来我们在电台一个星海乐学院声乐系出来的 隔一百米的 那么远的距离 文涛 电话 对 电话 声震还语 全天 他是这样一种 往往这样吧 他 可能 我觉得现在播音员都很少这么的 那什么 对 这别说演戏了 如果你这么演戏的话 那简直就 你的故事 我相信对很多现在学表演 走投无路的人是一个鼓励 你看你慢慢慢慢 你看 对不对 很多人 可能他们走 也在走这个路上 一直在演无名的角色 对 然后想 不知道哪年了 你就碰到好导演 他是 我觉得他算从奴隶到 不是奴隶 从士兵 到将军 到到连长 到到连长 你说 冯小刚 我也佩服他 他一向不拍这种电影的 怎么一下子就可以拍一部这么 战争片呢 我一路在看 一路在脑子下 其实我 冯小刚怎么回事 这个电影 实际上是他 蓄谋已久的一个电影 他有这情怀 说是结尾原来有不同的版本 是吧 结尾原来有我们讨论过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摄影师吕月 建议就是说拍着拍着觉得 我认为骨子弟挖不出来 以他个人的能力 他一个人跟那挥 挥敲挥稿 是挖不出来 在那煤堆里 我给他们救命 我的弟兄们就埋在这煤堆里 我给他们救命 我救命 然后就设计了一个结尾 说要不我们拍一个这样的结尾 就是骨子弟坐在那小屋里面 有一天早上小孩 砍在那石头子砍在那门 就说那个疯老头疯老兵 砍在了骨子弟 该疤没了 因为已经很长时间了 在那 然后没有反应 小孩趴那个缝毛里一看 骨子弟呢 也没脱衣服 昨天晚上就没睡觉 在那啃了一干馒头 就冻死了 冻死之后 这么一杯凉 你要是拍这个结尾的话 那个传着说组织更不可靠 那个呼声就更强烈了 现在你们已经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但是你们的片子本身 维护了这个战争的正义性 这些尊严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平衡坐的挺好 实际上骨子弟最后他是 就是一个老兵的尊严 一个老兵的荣誉 一帮弟兄们的荣誉 实际上到最后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说骨子弟一直没有述职 没有完这件事 怎么就完了 我还没见到团长和政委 我还没报告我们这仗打怎么样 就没了这些人 人家就送你一个勋章 对骨子弟来说是不行的 所以他到最后他站在那 他说报告首长 中原野战军多少事什么 然后47人全部阵亡 无一生还 报告完毕 这个时候他觉得老兵的尊严 我作为一个连长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人一辈子就为一件事 这东西挺动人 而且他有时候是一个要某种是荣誉 还是一种承认 还是一种什么 你记得是前两年抗日战争多少周年 我们跑到缅甸去采访 采访一个国民党老兵 你说这国民党老兵 他守了几十年 他说我是抗日的 我参加过抗日的 可是现在台湾那边国民党那边也不理他了 他说你国民党那边你不理我了 我跟那个胡锦涛主席 温家宝总理要呼吁一下 我是抗日的 我抗过日啊 你们得承认我呀 一辈子 你说就等这么一个 这其实秋菊打官司就是 给我一个说法 对 古字帝归根结底也是这个呼声 也是一个这个 所以最后你们把那个军号想起来 就是等于给他一个这个东西 对给他了 就是应该应该交给他的东西 同时他说九连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实际上列队的后边是一个杯盒四十七个勋章 连章 其实观众看到这里音乐上 其实都忍不住 观众在这时候都流泪了 就是说他的情感宣泄出去 释放出去 其实你说这个一个电影两个小时 你让观众坐在电影院里 你得给他有一个情感的宣泄点 你要不让他哭 要不你让他笑 要不你让他很温馨 口里什么都没有 他这看完以后很空 他这个片子就是有震撼力 他就是中间有这个震撼力 这个震撼力不是在这个战争场面上 就是在这个这个人牺牲了英雄 然后你又不认可他 我值不值 后面的人不 以前的革命战争片 你为革命牺牲 后面永远保护你 对对 现在你发现后面是空的 对 而且这电影啊 他说这个情感的 我有时候就有这个体会 你知道吗 你要最后啊 你我是挺感动的 但你把我堵在这 可最后我要没喷出来呢 哎呀 闹肚子 你知道吗 他不他是个生理上的 特别难 他不舒服 你像哪怕是看什么 泰坎尼克号 我就发现最后 你得让我泪流成河 哎呀 这下我净化了 我算舒坦 你得宣泄出 但也有不同的艺术追求 像色界这样 就让你堵着 憋着 回去还要很久都在想 那也是一种效果 色界 但是各种不同的效果 我们吃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无名者呀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 值得特别深入想的一件事 对 你说就是说 现在在地下 还埋着多少无名者 对 你像我还 我记得讲过一个 就当年在抗日战争当中 你说在 大概在长江三峡那边 发生过一个那个阻击战 就跟日军 日军就要上重庆 上诉长江上重庆 当时后来咱们就是政治方面 咱说那是个反动将军 叫胡连 但实际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受命率军 抵抗那个日本鬼子 你知道那就是拼死抵抗 最后到什么程度 打仗没有声音了 就周围老百姓说没声音了 为什么没声音 拼刺刀 全是拼刺刀 然后呢 一万多 这个当年的国民党军 死在那 埋在那个底下 当年搭了一个那个大坟 后来有做那个田野考察的人 一去发现那是一小学校 小学校的那个坟 那个杯啊 也都被推倒了 弄在一边 小孩们奔在上面就玩 而且老师说经常能弄出个死人骨头 经常能弄出很多死人骨头 那是个万人的 上万人的坟呢 你想 你就觉得中国这个这个战乱 贫扔的这个这个历史啊 现在这地上都有多都没名字啊 都但是对这些人 你说死的值不值 有时候确实是让人想 对 其实这个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徐老师你 就是在美国 比如说在诺曼底 在二战时期哈 盟军什么的 他也都是死伤那么多人 他是不是都运回美国去 没有很多人都买 很多都当地买在那 他们都竖的 当然了就是活人给他的一定的尊严 给他待遇 但是总是不全的 所以越战这种就很惨了 对 很多人在越战打了 失去青春 伤了手臂 回美国不会后来就捣乱去了吗 你那个style 就是吧 对对对 就是你一个社会给他的赔偿 是赔不够的 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这些东西 是赔不够的 所以这种对战争的否定怀疑 其实在各个国家电影里都有 你们是做的 真的是在中国电影里边 是一个小小突破 就是说在这个 对战争的残酷性的这方面来说 而且他们又做得很好 他又没有否定 这个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他得算好这个封存 既要这个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但是呢 也渗透出战争啊 总是个悲剧 总是个可怕的 是 就是 是真实的 展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以前 我们的电影里没有表现过的 就是我军牺牲 就一个连 以一个连为单位 牺牲的这么惨重 就我刚开始120多个人 第一场仗打完 我还剩47个人 死了70多人 一仗下来 也没有给补员 这47个人直接就去参加另一场战斗 就是当时的这个兵啊 他觉得可以 可以说他甚至认为自己明天就会死啊 对 这是个什么心理状态 假如说他们知道大部队已经转移了 他们假如自己决定撤 那将来会不会追究军阀 我认为是一定的 残酷性的 一定的 因为军人还是服从命令的 没有命令 让你撤 你就是违背的军阀 这个刘皇岛的日本人全部战死 也是这样的 对 他们都是忠实于他们的骗子 美国人呢 在这种时刻 他就会服务 对 对不对 他而且引人到